大家好,今天又很开心邀请到Nikolas 在曼徹斯特已经住了几年的一个香港太平新市 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地有没有地产的投资机会 因为听说Nikolas在那边也很熟悉英国的地产 所以阿力,哈啰 哈啰阿力,大家好,Jojo好,Femi你好 阿力,其实英国就有很多不同的城市 我看过的资料就说英国大概有69个城市 其实如果我们朋友想移民去英国的话 其实究竟去哪个城市会比较好些呢? 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比较值得推介的呢? 从我看到的这几年的趋势 基本上都是比较大城市是比较普遍的 小的城市据我所知真的不是很多人去的 绝大部分人去都是三个城市 就是伦敦、佩明汉、曼城 也都是英国首三大的城市 那我们前两集都说过了 就是近来因为它那个市政府破产了 那算以来的应该从明年开始 它會增加council tax加稅 還有聽到新消息說 它要將百明漢機場的股份都要賣出去 來救忙 所以剩下來 我們今天會講講兩個城市 倫敦和曼城 所以今天我們兩個方面去講房地產 第一 住 第二 投資 收租 住方面當然 倫敦看得住哪個區 但是基本上一些好的區 什麼Mayfair、Kanxington 那些貴的區 其實房價比香港還要高 即是說你隨隨隨隨的一間這樣的房屋 在講的是斷千萬港幣的 原因就是說總投資者都在這裡買房子 所以當然他們買房子未必是收租的 而是將資金從他們的地方搬到英國 這個是下回分解了 所以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說其實住在那個地方 除了說交通方面之外 基本上跟香港沒有兩樣的 基本上你出街 第一 周圍都是人 人多 車多 如果你要離開市中心 遠一點的 有幾個地方我都會推薦的 比如說Richmond Kingston Sudden 這些地方都是在倫敦市的西南邊 比較慢的火車 半個小時 或者不用呢 能夠到的地方 那些地方是一些 你可以叫它鄭 或者是鎮的地方是很正的 當然 房子的價錢都不會便宜的 也都有好的學校在這裡 但是當然了 我廣泛的講倫敦 就住 看你喜不喜歡 好像香港那樣的 比較煩囂的 生活了 在倫敦也都在香港那樣的 那個房子的增值是會高的 就是因為有這麼多人去投資 所以房子的增值是會高的 即是說你現在買一層樓10年之後 肯定會貴很多 但是在另一方面來說 就是租金回報是很低的 原因就是因為雖然租金都貴 但是因為你所給的錢是貴 所以位置上來的租金回報大概2% 差不多了 第二件事就是說說曼城 曼城那個房子的價錢 當然比倫敦市中心便宜很多 基本上如果你說在倫敦市中心 過千萬香港才能買到的房子 在整體來說 曼城叫做 Greater Manchester Greater Manchester來講 一半價錢你一定買得到的 我考慮到一件事就是說 你在來到英國的時候 你買房子 你是不可以做會 即是說你做不到High Purchase的 因為為什麼呢? 在英國銀行 你完全沒有在英國交過稅 也沒有你在英國的Employment Record 它怎麼會借錢給你呢? 就算有些Lender要借錢給你 那個利息都會高得很厲害 那個投資又如何呢? 就因為它那個房子的價錢是便宜 所以它那個租金回報是高的 在Greater Manchester整體來說 租金回報每一年下來 不會少得過6% 不會少得6% 還會多一些 還有這幾年 很奇怪是COVID之後 這幾年是增加得比較多的 這個租金的價錢 當然在曼城一個不好處的地方 就是怎麼樣呢? 它那間房子的增值 它不及倫敦 它每一年大概是增值 平均來說是3%、4% 它就不會在倫敦這麼多 但是那個好處就是說 假設你買一間房子 來做投資的話 它有很穩定的 就是貨幣的貨幣的貨幣的貨幣 即是說呢 大概有6% 或者多一些那個租金回報 還有一件事當然呢 你這間房子雖然不是增值 沒有倫敦這麼高 但是一年有3%、4%都是不錯的 所以這裡就從兩個方面分析了 你住方面 還有你那個投資方面 這裡我用這個機會 糾正上個星期講的話 上個星期我講的就是 英國現在來說 華人的佔的比率是0.5% 我說錯了的 是0.7% 這個是2021年最新的人口普查 那個figure 都是少於1% 是0.7% 就是如果有7000萬 它又有50萬萬 是 那真的很少 這幾年過去香港人 都有沒有十幾萬? 據統計大概是14萬左右 聽你這樣說 其實如果說投資英國的地產 都是一個挺好的機會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股市 基本上都是比較差一點點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投資在英國的地產都不錯 當然 尤其是現在那個英鎊 都是屬於比較偏低的水平 如果我們投資地產 但是幾年的話 可能又賺到那個樓價 又賺到那個匯價 其實都相當不錯 財息兼收 財息兼收 那會不會下一次 其實有機會 真的很細節 就給我們看看 如果投資英國的房地產 那個匯報 可能要有什麼支出 稅務 可能香港人買 跟英國的人買的稅務有什麼不同呢? 下次會不會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嘗試拿一些資料 也可能下一次比較概括地介紹一下 就是在英國投資 投資房地產的形式 很簡單 譬如像剛才Joe說的 假使你在香港的 好了 現在的股票這麼頭痛 另外很多投資都會出到問題 房產也有問題 那你有多餘的錢的話 就是你為什麼不投資一部分 我不是叫你all in 你為什麼不投資一部分在英國的房地產呢? 所以一件事就是假使你現在 現在要用港幣買了英鎊去買房子收租 那接著比如說5年之後、10年之後 假使英鎊升到12這樣就算了 就是一英鎊對12港幣這樣就算了 那你就是賺不少了 那你除了每一個月 你還有利息收 那個利息就是租金了 所以應該是這個數字是好計算的 是的 或者我們這樣可以試一下 看看一些觀眾朋友的反應 如果大家可能留言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我們的影片下面留言 或者真是有興趣了解多一些地產的 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就看看 接下來的節目可以有什麼內容 就豐富一些給大家觀眾去參考了 就是在27號出街的節目裡面 有一個的觀眾就問 假使我拿了永居 但是我怎麼說呢 我不入英籍 我是不是可以拿到英國的護照呢? 那當然是不可以的 那英國的護照就是給一些英籍的人士 如果你不想入英籍的 有不同的原因 那你就不會可以拿到英國的護照了 所以如果各位觀眾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Nikolas有時間就會幫我們 在其他的節目時段又解答回了 就是衣食住行啊 不總之關於英國什麼都可以 地產投資啊什麼都可以 英國生活啊 這集又先講到這麼多 好 今天下次再和你聊了 好 多謝Nikolas 好 麻煩你再見 拜拜 拜拜